开经前面 在中古道成传统的习惯 是念开经系 那么开经之前 桂蚁三宝是小陈通用的 我前年访问斯里兰卡 去年站在那边将近一个月 南传的法师 期间 开经前念三皈依 我接受了 这个仪式非常好 特别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 把佛陀的教诲 几乎都忘记了 那么开经前 念三皈依 这是最好的提醒 佛陀佛陀 无论是出家 在家 其心动念 不能离开三皈依 我出学佛的时候 我出学佛陀佛陀佛陀的老师 是张家大师 大师 大师 告诉我 三皈依的重要性 你 难道 不能忘 它举了个比喻 譬如我们在台本 那个时候住在台本 我们要到高雄来 要坐货车 三规一就像货车票一样 一定要放在身上 进站要检查 要检票 在车上 车上有两三次的查票 那必须带在身上 到终点站的时候 要收回 三规一也如是 从初发现 规一三保 这是佛图 教导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 换一句话是 念念与三规相应 这就是佛弟子 如果把三规忘掉了 丢掉了 你就特立佛教了 那三规是什么意思 三保 由住持三保 由最高 理念当中的 自信三保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 归一处 佛 是自信 救 自信 本来是救 所以 华言经上佛书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那 《观无量寿经》 佛 告诉我们 是行是佛 是行作佛 我们的自信 是自信 是佛 我们归一三保 是自信 作佛 你看看 这多重要 舍佛 最后的目标 是什么 是作佛 是成佛去了 这个才毕业了 没有成佛 就没有毕业 等着菩萨 还没有毕业 妙觉 就成佛了 这就毕业了 所以要想到 自信 佛 不是归于外面的佛 是归于自信 那 自信是 拒而不明 自信里面 有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无量向好 全是自信 就做的 那么自信 这一些 智慧 德能向好 在什么地方 展现 就是在极乐世界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你就完全看到 自信的能量 那 自信的功德 不过 不是从外来的 阿弥陀佛 建设 在极乐世界 做了 究竟 圆满 广大的 展现 阿弥陀佛 他以 无尽的 慈悲心 发跃 普度 变发 解 虚空间 摄风 刹土 所有一切 众生 所有一切 众生 上面 包括 等觉菩萨 下面 包括 无间地狱 没有一个 不得度 只要你肯相信 你法愿求生 佛就来接应你 到极乐世界 快速 就让你 证得 究竟 圆满 法门 不可思 我们要特别 珍重 西游 难逢